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洪澳灾害 生态环保 水运发电等方面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水库上游漂流而下的垃圾虽然经过大规模处理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淤积在两岸的垃圾仍然会影响三峡沿岸生态的平衡 李年邦 宜昌人 职业理发师 在他的带动下 长江中下游生态保护协会 成为一群普通人的爱心工艺平台 义务减垃圾的人数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百人 一万人 两万人 2013年是近七年时间 他们完成了七百多次义务减垃圾的行动 每次减垃圾几吨到十几吨不等 希望整个遗产人 大家都来保护这个模型活 少丢掉垃圾 现在 这些环保志愿者 开始在三峡苦去的荒地种树种草 他们希望自己居住的三峡可以一直山清水秀 绿树成荫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